天氣冷嗖嗖 估計昨天全臺有五十三個人疑似猝死 而另外流感疫情也持續攀升 由於這一波流感高峰 恐怕會延續到春節期間 台北市跟高雄市率先宣布提早備診 北市有八家重點醫院將開設特別門診 而高雄市也有166家基層的診所 會在週日開診 近來氣溫漏降流感病毒也變得活躍 上週全臺內流感門急診就診人次 達到十三萬五千多人次 比前一週上升百分之四 而且新增四十九例流感病發重症確定病例 其中一名六個月大男嬰是本流感劑 年紀最小的重症個案 另外也新增九例死亡病例 包括一名三十六歲中壯年 本身有慢性疾病 感染流感後 並發肺炎心肌炎病逝 因為他的年齡就是剛好六個月 所以我猜想他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符合可以打疫苗的這個對象 出院後一個禮拜約一個禮拜已經順利的出院 康復出院 機關書表示農曆春節即將到來 民眾難來北往返鄉及旅遊頻率增多 預估這波流感高峰將延續到春節期間 而為了因應流感疫情攀升 台北市宣布從今年起啟動流感應變措施 比往年提早兩週備戰 並在八家重點醫院開設類流感特別門診 高燒不退 如果一直在三十九度 三十九度都退不下來 吃藥也沒有效就要儘速就醫 或是他咳嗽咳到很喘 或是他本身這個劇烈頭痛或是嘔吐的現象 另外高雄市也宣布從二月四號起 除了在二十二家醫院開設流感特別門診 也有一百六十六家基層診所 在週日開診方便民眾就醫 只要上網到衛生局網站 就可以查詢相關資訊 此外 鄰近國家目前都處於流感高峰期 機關數也提醒過年計畫出國旅遊的民眾 儘快接種流感疫苗 以降低得流感機會 為了要改善台灣空污的狀況 環保署將從七月起 開增固定污染源的粒狀污染物空污費 同時對於天然氣 液化石油器 以及鍋爐等空污的排放量標準 將會變得更加的嚴格 而交通部也將會在下半年研議 取消第一第二期柴油車 國道二十公里通行免費的優惠 放眼望去一片污茫茫 中南部空氣品質在秋冬季節容易惡化 為了改善空污 環保署宣布從今年七月開始 開增非屬營建工程之固定污染源 開增粒狀污染物的空污費 費率分三級 配放量越高 費率越高 每公斤最高徵收55元 預計一年可以進漲13.7億 減少8000多公噸排放 要是其中還有鉛 拱 代曜芯等 有害污染物 還要加價 透過收費可以讓它趕快去 把它的處理設備的效能 把它提升 去做處理效能的提升 它就可以少繳很多的錢 逼著它趕快改善它的設備 再加入粒狀物的話 我們就一年可以收到 再增加15億 總共收大概是40幾億 45億左右 天然氣和液化石油氣等燃料排放的 氮氧化物在現階段是零費率 未來即排放量大於24公噸 將徵收空污費 預計每年1.77億 減排2300多公噸 環毛署更預告訂定鍋爐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 將非工業用鍋爐納入管制 而周公部也會配合推出相關政策 考慮取消老舊柴油車 在國道的通行優惠 12期柴油車 什麼時候在國道20公里的 這個目前的免費狀態下 我們要收費 配合環保署下半年我們才會來研議 看看這個上面相關的作業事程 交通部將會在下半年研議 取消全臺8萬輛 19年以上的第12期柴油車 國道20公里免費優惠 未來也會逐步納入小型車來檢討 另外 針對機車族也將和地方政府討論 看能否通過停車的收費來訂定差別費率進行管理 記者 陳靖龍會報導 有菇農指出去年越南香菇進口量異常的多 懷疑是被禁止進口的中國香菇 假借越南香菇的名義進口到臺灣 而且價格低廉恐怕擾亂市場行情 台灣產的乾香菇烘得夠乾 含水量低 19歲 新社菇農舉行記者會時 教導民眾辨別台灣香菇和中國香菇的差異 是因為他們發現市面上 有不少被禁止進口的中國香菇 會假借越南香菇的名義進口入台 他的產地根本沒有這麼大的產區 拿來這麼大的估量 不乏走私香菇 藉由第三地的合法掩護 進入到臺灣的消費市場 但是在臺灣的消費市場 我們卻沒有做明確的產地標示 立委將啟程指出 進口臺灣的越南香菇 去年創新高達到301噸 幾乎比前年翻倍成長 數量相當異常 但吊詭的是市面上 卻很難看到標榜產地是越南的香菇 反倒是中國香菇以散裝的形式 充斥市面 農民擔心價格低廉的進口菇 恐怕會擾亂市場行情 在臺灣我們青年農友 青年菇農 他非常在真的種植 要取得產效率 一公斤的產地價格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塊 所以這價差非常大 如果這樣進口過來的話 會擾亂我們市場的價格 工農強調臺灣香菇沒有裂紋 菌澤呈現淺黃色香氣濃郁 中國香菇 菇柄短 菌澤偏褐色香氣也叫淡 甚至有異味 官務署回應去年進口的越南菇 逐批茶驗 並無驗出中國菇 但真正負責鑑定的農委會坦言 這只是第一階段的外觀比對 沒有異狀 但還得取得越南當地的水土 才能做進一步的分析 判別到底有無魚目混珠的情況 記者黃金郭俊麟 臺北報導 去年十月啟用的臺灣戲曲中心推出藝術節 而昨天公布二零一八年旗艦製作 月夜情愁 就接著就帶您一起去看看 故事裡雙和庄的兩個村落 山腳是福禄派 後庄是西匹派 地方慶典要來雙魚 民生劇團到廟前鬥戲 兩個莊頭 為了該以北館的哪個派比演出 僵持不下 反映東北部的這個 西匹葫蘆這個洩洞 這是全台灣全世界 少有的音樂戰爭或者戲劇戰爭 這是臺灣在期待日誌時期 但特別的歷史 北館西匹主要的樂器是吊詭展 中國稱為金湖 葫蘆派則是以椰子壳做的弧琴為主 分裂成兩派各有觀眾支持 甚至導致彼此的仇視 引發多次的集體泄鬥 邱昆良將這段台灣歷史 改編成月月情仇 由唐美雲歌仔戲團主演 也是臺灣戲曲中心 2018年的年度旗艦製作 我們想表達的就是說 其實除了愛 包容跟尊重 你就能夠消滅許多紛爭 而且許多惡動 非常特別的一齣戲 所以要看 唐美雲邀請了蔡正 南 柯一鎮 羅北安 陳竹生等電影 電視舞台劇 演員跨界演出 結合原本堅強的歌仔戲班底 也融合了戲中戲 重現三年代內臺戲班的活力 也希望為傳統歌仔戲 帶來新的奇象 記得陳叔軍朋友組台北報導